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曾有一位哲人说过 只要是人 谁也无法了无烦扰 平静无事地过完一生 谁说不是呢 上学的时候 我们为学业烦恼 工作的时候 我们为跳槽加薪烦恼 没结婚的时候 我们为孤单烦恼 结婚之后 我们又开始为家庭 为不自由烦恼 人的三千烦恼丝 总是数不胜数 去了又来 就像李白失中所云 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各长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但你知道吗 人生中有99%的烦恼 从来不会发生 曾经有心理学家针对人们常常忧虑的烦恼 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 实验者们被要求在一个周日的晚上 把自己未来七天内的所有忧虑的烦恼都写下来 然后投入一个指定的烦恼箱里 三周左右的时间 心理学家打开这个烦恼箱 让所有实验者逐一核对自己写下的每项烦恼 结果发现 其中九成的烦恼不会发生 更有意思的是 心理学家又要求实验者们将记录了自己真正烦恼的字条 重新投入烦恼箱 又过了三周 实验者们发现 自己以前认真担忧过的烦恼 已经不再是烦恼了 换句话说 大部分扰乱我们身心的烦恼 无非是自寻烦恼 正所谓烦恼不寻人 人自寻烦恼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很多我们视之大若天的烦恼 不过是我们意想出来的 并不真实 更不会发生 如佛家所言 福体本无数 民静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转变心态 烦恼是幸福前的阵痛 当然 生活中有些烦恼并不是无中生有 而是真实存在的 就比如 上面有长辈 下有儿女禅 初则盲事业 入则思三餐 不管是工作琐事 人际交往 还是家长里短 但凡一丁点的不得意 不顺遂 不完满 都能将我们折磨成 糟如青丝 木成雪的苦命人 但你想过没有 这个世上并没有纯粹的快乐 永远都会有烦恼 掺杂在我们的幸福中 这便是真实的人生 想起前几天 我表姐就着实体验了一番幸福的烦恼 表姐刚生完小孩 心情一直很不好 婆婆的不请自来 更是让她烦恼不已 用她自己的话说 婆婆就是皇太后 随意对她发号施令 比如表姐想洗个澡 婆婆不让 说三十天不能碰水 为防止她不听话 婆婆还用保鲜膜将淋浴喷头裹了起来 表姐想要吃辣的 婆婆也不允许 还给她熬各种鸡汤 让她吃各种难以下咽的动物内脏和蔬菜 那段时间 表姐每天都感慨自己在做噩梦 于是做完月子 她马上就回公司上班了 可是谁能想到 婆婆抱着孩子还找到了表姐的公司 说奶粉太贵 不值当 坚持要用母乳喂养 时间久了 连同事都打去说 这婆婆可以啊 比闹钟还准时 表姐实在受不了了 就让姐夫把婆婆劝回了老家 婆婆一走 表姐如释重负 但是很快 表姐的生活彻底变得兵荒马乱 孩子一直哭闹 基本24小时离不开人 半夜起来还要给孩子换尿布 喂奶 白天还要上班 一个月下来 表姐已经身心俱疲了 这时候 她才深知婆婆的不易 错把丰厚的福泽当成烦恼 丝毫不懂珍惜 所以说 有时候烦恼就像玻璃 看着碍眼 但只要你愿意改变看待的角度 转变自己的心态 那玻璃就会映照出光芒 就好比你吃一条鱼 鱼狠腥还有鱼鳞 吃的时候还要将细细的骨头一条条挑出来 但鱼肉的味道鲜美 你还是愿意为此大费周章 烦恼也不再是烦恼 而是幸福前的阵痛 欲除烦恼 当何所行 曾经有位老者 在被问到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时 止不住地叹息 他说 人生短暂 我竟然浪费了大半辈子的时间 为小事烦恼 像是没钱买车 没钱买房 为了芝麻大的小事和妻子争吵 为了一点点小利益跟朋友闹翻 为了一笔没有成交的生意 为了一顿不如意的晚餐 甚至为了额头上的一个小疤发过愁 当生命的倒计时敲响警钟时 才赫然发现 自己这辈子从未好好享受过生活 从未真心拥抱过快乐 而这些微不足大的小事 在短暂的生命面前 竟是多么荒谬和渺小 是啊 人生短暂 烦恼却绵绵无绝期 反思下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时常被这些 大大小小的烦心事 轻扰着 羁绊着 如果是 那么从今天开始 就不要再为他们烦恼了 他们不仅浪费我们的时间 还败坏我们每一天的好心情 何必呢 想要斩断牵丝烦恼 也许你可以从以下四点小事做起 一 停止比较 过自己的生活 生活中许多无意义的烦恼 都源自比较 比外貌 比家境 比收入等等 比得多了 你的烦恼也会无限期滋长 挫败感 自卑感 分分钟将你淹没 何不试着停下攀比的步伐 找到自己的节奏 其实过好自己的生活 比什么都重要 二 不念过去 不畏将来 人的烦恼有40%属于过去 有50%属于未来 只有10%属于现在 这说明我们大多数人 要不是苦苦追着过去补放 要不就过多地担忧未来 其实人生无非是一场爬山旅行 轻松上阵才有可能攀到山顶 看到最美的风景 三 远离让你觉得不是的人 生活中有些烦恼是我们制造的 但有些烦恼是别人带来的 遇到这些垃圾人 别生气 别烦恼 更别与之争执 你只要默默远离就好了 四 别想太多 去行动 在执行力面前 任何烦恼都不堪一击 想起有个朋友 因为人胖胖的被男友劈腿 失恋那会儿 他每天以泪洗面消极颓废 喊过上万次要减肥 来一场华丽丽的逆袭 但他从未付出过行动 跑步总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麦当劳 奶茶 零食 更是割舍不下 所以过了一个又一个月 他还是一直被胖的烦恼束缚着 折磨着 越来越讨厌自己 人也越来越自卑 其实这一些烦恼 都滋生于他的懒惰和为难情绪 把希望交给想象 还不如狠下心来去努力 如培根所说 经得起各种烦恼的考验 才算达到了最完美的心灵的健康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人生短暂 不要自寻烦恼 更不要寄人忧天 日日为小事犯愁 这都不值得 繁华三千 看淡即是云烟 烦恼无数 想开便是晴天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